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自己跟85岁父亲呆在没有窗户的内舱来进行隔离 老父亲甚至还咳出血来 他先前还发出了手血信 请求小英总统来协助 让他的老父亲能够优先下船 没想到现在却传出这麦先生的老父亲已经确诊了 目前已经由日方安排下船来住院接受治疗 除了年麦的长者之外 包括慢性病的旅客也可以提前下船 但必须在船上进行这个病毒的检测 确认是阴性没有问题之后才可以来下船 实际上钻石公主号从2月12号开始传出有人感染之后 每天有多达十几例的确诊病例 也让不少家属都是非常担心